我 我今天午睡 我帶米洋班 送給你 送給你 謝謝 我帶你帶你褲 你好漂亮 好像這句聽得最清楚 對啊 五句男生的心意是不會騙人的 林志玲成立的志玲姐姐慈善基金會 已邁入第十年 她二十五日在華山舉辦 愛的分享嘉年華公益活動 許多弱勢兒童 都紛紛上台與志玲姐姐抱抱和說說話 她也親切的蹲下來 和小朋友們零距離拍照 我真的要鄭重的隆重 謝謝大家還願意叫我志玲姐姐 對 然後可不可以讓我再任性 再倔強個幾年 擁有這個志玲姐姐的稱號 絕對可以 因為每次大家叫我一聲姐姐 就是不管是婆婆阿阿公阿 然後小朋友都叫我姐姐的時候 其實你真的會覺得說 我有那個使命感和責任 我要好好的照顧大家 而談到成立基金會的契機 林志玲則透露 是因為十多年前 認識了一位癌磨女孩 在幾年前的時候 我認識了一個女孩子 她叫方毅 那她那個時候已經是癌症的默契 那我記得她告訴我一句話說 你不要管現在外面什麼流言蜚語 或是八卦的 你想要怎麼樣被人家記得 你現在就做什麼樣的事情 你甘心成立一個你想做的基金會 等我出院以後 我一定當你的義工 她講完這句話沒有多久 她就離開了她摯愛的母親 離開了她摯愛的老公以及孩子 可是這句話 是我後來的一個動力 那我就成立了基金會 也時常惦記著她 志玲姐姐總是散發正能量 彈圖見也能聽出她的高EQ 不過她探眼其實自己也有黑暗面 我真的不是天生就是正能量的 我覺得我有很喜歡的一句話 我把它送給大家 就是快樂它不是一種性格 它是一種能力 而且這個能力我相信 我們都是可以去養成的 當我們在很委屈的時候 你會把那個委屈放很大很大 可是我們試著把它縮小 所以越來越小 也許它就會過了 我也有非常黑暗的時候 可是你最終一定會知道 好像沒有人可以幫你解決 你要自己解決 面對放下然後啟程